大家看看昨天下雪了 大家看看 今天下雪了 但是天氣美得不得了 藍天白雲 風真是舒服 個人外面走起來都精神百倍 身體健康 比起前幾天沒有下雪 暗天 今天是不是漂亮很多呢 有時候下雪真的很漂亮 只要它不是暴風雪 Freezing rain 還有那個有風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你看一下 藍天白雲多漂亮 這個角度還拍不到今天這麼漂亮的天氣 大地鋪上了一片很薄的雪 很漂亮很漂亮 不過呢 都要小心喔 因為昨天下雪了 但是天氣比較暖 零下一二度 所以會結到冰淇淋的危險 走起來會滑倒 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呢 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來到Square One 這個購物中心裡 先去買一杯熱的茶 因為今天內裡很冷很冷很冷又很風 那我又要去Scarbo辦事 不喝咖啡 因為天天我一個約定很早 要喝咖啡就不想到 加拿大那些咖啡生意真是好 不知道我在這裡等了多久 等了8分鐘 那個牆人龍 但是因為外面太冷 所以一定要喝一杯熱的茶 Square One這個購物是非常大的 好像是全加拿大第三大 以前是第二大的 這樣去呢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入口 因為很多很多很多入口 這個呢 就是近住巴士站這個入口 建了大約十年不到這個巴士站這個新入口 它十年前重新再擴建過 現在開始有風所以就凍了 冬天有風就凍了 好凍的 沒有風就不凍了 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不是很好的天氣啊 不過呢 現在開始有風所以有一點點凍 但是呢 不是很大風還可以受到的 這裡呢 就是Dunder Street East那一頭 Etopico和Missusaka的交界柱 我現在呢 就是坐著Thins Subway Station 就要去Sharpard 跟著再轉車去我另外一個 Appointment 所以今天很忙很忙 今天其中 一個要來辦事的地方 很快而已 就是這個華人 哇 有幾十年的老巴薩 在斯加布的 應該是不是叫王朝中心呢 是不是 現在還是這麼好天氣 不過是冷的 你看一下 今早剛剛才下雪 現在就溶了 因為只有零下 不知一二度 剛才就很冷 現在就不冷 因為呢 沒有了風的 沒有了風就算零下 十度都不冷的 好了 既然這裡這麼近 我們來一個中城廣場 商場那裡 吃東西現在差不多 四點了 到現在還沒吃東西 很餓 我不想再去找了 現在呢 就來了這個中城商場 整個三十多年 一個很小的華人 它裡面很小 但是呢 外面佔地很大的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很小的 food court 大約好像有六間店 沒有了 OK的 我以前經常來這裡 吃那個燒美店的東西 還有旁邊的那間 炒粉麵飯店 價錢很街坊 但是水準不差 吃得過 當然呢 你不要想著 跟四星級 或者一些全大飯店 餐廳不得比 現在是說的是 Food court 的地方可以做到這樣的水準 算是不錯的了 有些東西很新鮮 好了 現在就去做一些東西吃了 很餓 肚餓了不得了 來了這一間聖記 那裡買了一個 芙蓉蝦炒蛋 飯 那呢 就七個半 加上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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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一個泥湯 那這個炒得不錯 我每次來都會吃的 就是這隻 就是長角落那間聖記小炒 那你有機會來就試一下 七個多 做得不錯的 然後再在旁邊買了一磅燒肉 不過現在加了價 你信不信呢 這麼少少 要十七個半 我覺得呢 就 要得貴了 因為呢 燒肉店 我去運很多間的 在斯加布媽 對嗎 在西沙卡 那唯有希望去 今天好 剛才看到這個 有很多 市場的 蝦 蝦 炒蛋 差不多 切出來都會叫的 炒得不錯 價錢好 街坊 那這個就是我叫的 燒肉 自己選擇的兩鬆飯了 這個就是我今天叫的 自己選擇的兩鬆飯了 雖然呢 雖然呢 它的價錢 加了 那個燒肉 十七個半 但是呢 品質都不錯 很脆 肉很軟 那 OK 但是 好像我所說 那些價錢 在斯加布 阿瑪 很多地方都會有的 那這個就是蝦蓉蝦炒 蛋 飯 我也挺推薦的 為什麼呢 有飯 又有蛋 又有芽菜 又有蝦 有些洋蔥 營養挺均勻的 其實吃一個都夠了 比雞水七個多 包個荔湯 這間聖技的 不錯的 挺老實 吃了差不多 兩年 都OK 或者很多朋友會說 現在白蜜藤鬼 什麼都加了 是對的 兩年前 自從疫情解封之後 所有的各行各業都加了 但最近一年來 我發現很多都是幫我吃東西 在Missusaka Maham Scarbo HB 很多的價錢都回落了 就算不回落了 就做得特別好 特別好 特別好 因為你也知道 如果你價錢 當初是很街坊 到不得了 那些人就 無所謂做得好 就可以了 但當你價錢升到 跟其他辦店 酒樓一樣 那些人就開始要選 選擇 選服務 選擇你的 食物 食物 材料是否新鮮 還有環境 還要看你的 好刺 氣氛 還有客人的品質 知而知之類 當你升到 某一個價錢的時候 那些客人就很簡單了 反正因為很多 酒樓、飯店、餐廳 都發現到這樣的情形 所以最近我去過 很多地方都嚇我 那些價錢真的便宜了 或者加了一些資料 不是我這樣按鈕 我家人也沒有這樣跟我說 對 有些朋友也有這樣跟我說 當然大家記住 不是說便宜就好 是便宜的 做得漂亮 服務好不好 品質好不好 是不是這樣 這間的銷售是不錯的 也是做得不錯 像我所說的 今天隔天呢 你去那些飯店 有幾個很出名的 飯店 叉燒、燒肉 熱烛烤得很好 那你就有很多選擇 可以選擇 就不需要來這裡 這裡因為我很近 剛才去的廖皇朝 都辦事情 所以給你這裡吃 因為太冷了 冷得不得了 那我打算回家 太晚了 煮不到菜 我回家吃11點 現在是4點多 本來我打算去一個 鬼魯魔 DOTOR'S FUTOXIC 但是今天沒有了 因為就算現在不去辦其他事 也要經常去家 如果我再去吃好東西 那我就來這裡吃了 算吧 這間龍藤燒臘 我剛來的時候 做過很多視頻 介紹過去的 價錢很好 街坊 但品質又好 數量又好 老實 很多看我的Youtube朋友 經常問 肚子大不大 那時候很大份 又很好吃 又很便宜 但是這次 我差不多吃幾個月 半年都沒有來過了 或者我經常覺得 很多視頻拍攝 其實不是因為我 半年都沒有來過了 那品質一樣是OK 但好像我所說 就加了價 17個半 品質也是OK的 這裏有很多吃 家的朋友 你可以看看 是否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價錢 我經常去吃燒臘燒美 之前請來的東西 很多間都找到 有些很美的 出名的酒樓 就是賣叉燒 有燒美部的 以及燒鴨 魚豬那些部門 你都可以在那裏買來吃 在這裏跟大家先說明 因為這兩間店 我已經半年沒有來過了 我說OK 是指今天 我來的水準 我不知道平時 因為半年沒有來過 不知道平時怎麼樣 是不是今天OK 那不要客氣 因為你來到那時候 吃到媽媽咖啡 XY是我 是我以今天來吃 是OK的 這個聖機的價錢 一樣到處不變 都是好街坊 水準是OK的 另外這間店 水準是一樣 像以前一樣 但是價錢當然貴了 那你自己決定嗎 不過呢 我客人還要來這裏 附近再做事 不時我會提早 燒鴨 我就不會來這裏吃 我就不會去那裏 那裏吃 那裏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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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很注重數量的話 算是有多 現在吃了一半 燒烤很多 不過 idée 雞磅素 多脆,肉多好 不错不错 都是保持水准 今天这个我嫌它的味道淡了些 不过对身体更健康 我自己会做芙蓉炒蛋 煮得很漂亮,很好吃 但好像我所说,今天回到好几时 十一点几 哇,行动了,去煮食给自己吃 没有搞错,是不是 在这里吃了算 通常一般,如果不需要在食品店吃 就不去那里吃 但为什么下次要去外国店吃呢 因为我要去那里买东西 那,免得再来其他地方找餐厅 就在食品店吃一下,好不好吃 因为虽然是Franchise 每一家的老板,管理手法不好 如果他照触规定,就会做得OK 但有些呢 尤其是某些新移民 他们做得不招触那个 做公司的规定 所以很差的 所以,比如同一间 炸击店 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是不同的 有些很好,有些保持以前更好 但很多呢 就好不好了 你一看就知道 那个管理阶神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给多少料来 多大份 这家挺老实的 盛技小炒 我吃过去那个扣肉饭都不错的 最喜欢的 它那个是通菜炒牛肉 焦丝腐鱼 通菜炒牛肉 但这一款呢 一定要看看通菜 什么时候有货才有的 不是你经常来做到 今天就没办法叫 它有季度 但现在呢 很多菜呢 其实你不用怕 是没有所谓制限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全部呢 可以在美国入口 这两方呢 美国有一半 其他两方 南部是很热很热的 然后呢 一年四季都有 你所需要 香港人吃 喜欢吃的蔬菜瓜果 你不用怕 如果你是刚刚香港来的 小朋友 或者是移民 学生 不懂猪影的呢 那你一定要去我的幕幕 给一些playlist 看我的便宜 便宜 带着吃点地 里面有整两三个 我这一集是教你做 蝴蝦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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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炒蛋 很简单 很简单 很废弃 你一看一次就会做 而且很花范 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的材料 那你自己看看 我自己学习 做来吃 在家自己做 又新鲜又美 又多料 又随便 你 咸度 濃厨 之类 那次我喜欢吃芽菜 在家自己做 又加很多芽菜 那自己做的话 又加很多蝦 或者叉燒 炒韭菜 找最美的 最新鲜的韭菜 又加多些韭菜 随便利息 今天吃得OK 下几分吧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给个like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最好订阅 订阅 是不用转的 有没有限压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 晚事 愿意 下次见 最后呢 记住 有时间去我的目录 看一下 有1800几个视频 一定有些你喜欢的 另外呢 吃东西呢 最重要是找 一些食物质 先 卫生 博物货 工度 这样呢 就 OK的了 那 价钱 看你自己 有时免免 做得好的 贵一点 没所谓 最重要是看你自己的要求 和自己的预算 对吧 看自己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饭堂 只有四间厚着 很简单到不得了 千万不要想着什么程调 或者知情类的东西 就是来吃一吃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装修的